作好錄影準備後 我們現在來講一些錄影要求 你的考試片段是需要一鏡拍完 整條考試片段是不可以有任何剪接和編輯 考試前的調音部分是不需要進行錄影的 但如果你需要在考試途中重新調音 這個過程才需要錄影 當你準備錄影的時候 你需要確保相機是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你可以選擇打橫或打直進行錄影 錄影的片段是需要拍到考生和樂器的 如果你會用到普假考試 錄影的片段是需要拍到整個普假 除了考生之外 任何人在錄影的房間裏都要保持縮靜 亦不應該出現在鏡頭面前干擾錄影 如果你演奏是需要半咒的話 半咒者都可以出現在錄影範圍 但記得這條影片的重點是需要在考生上的 當你進行鋼琴考試的時候 你需要拍到整個琴鍵 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應該拍到腳踏 如果你是進行敲擊樂器的考試 演奏的每個樂器都要在錄影片段見到 ABRSM建議考生在錄影之前 應該先測試錄影器材和試錄 考生需要確保考試片段有清晰的聲音和畫面 你可以檢查考試房的燈光水平 相機的位置是否適當 自己是否已經很清楚地填好 以及可以朗讀考試曲目表格 Program Form 的內容 在考試錄影之前 你需要關掉其他響鬧裝置 以及檢查相機是否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和電池 進行錄影 考官會對考生的演奏進行一個全面的評估 包括音色質素和演奏力度 雖然考官不會因為錄影的畫面質素影響評分 但考生也需要確保你的畫面質素是清晰可見的 考試開始前 考生需要親自向鏡頭面前出示有相的身份證明文件5秒左右 因為考官需要在考試前清楚地看到考生的個人資料 有關ABRSM可以接受的有相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可以瀏覽官網Policy的部分 如果你透過我們通理音樂藝術中心 進行報名和錄影的話 你就不需要擔心以上有關錄影的問題 由報名到交考試片 我們都會為你進行一條龍的服務 我們會用Zoom Q2 Engine進行錄影 看到這裏 是否很想找我們報考接下來的Performance Grade exam 詳情可以向我們的中心職員查詢 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